大家好,邢明在七一讲话里提到要统一台湾 中国的舰船知识杂志也随后发表了文章 描绘中国军队武统台湾的具体步骤分三步,总共分三步 第一阶段,解放军舰上台湾发起弹道导弹攻击 第二阶段,从陆地军舰潜艇上发射英机91长舰时巡航导弹 第三阶段,水面舰艇和陆基火箭军共同发起猛烈炮击 为解放军、海军人员队和两栖登陆部队登陆台湾岛 清除最后的障碍 这是舰船知识发表的文章里提到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解放军向台湾发起弹道导弹攻击 目标是摧毁台湾的机场、预警雷达、防空导弹基地 以及射在台湾全岛各处的指挥中心等信息搜集以决策设施 解放军可能使用东风16短程弹道导弹 突破台湾的导弹防御系统 第二阶段,从陆地军舰潜艇上发射英机91长舰时巡航导弹 对台湾的军事基地、军火库、雷达、通讯基础设施和公路等重要要道进行密集轰炸 第三阶段,水面舰艇和陆基火箭军共同发起猛烈炮击 为解放军的海军陆战队和两栖登陆部队登陆台湾岛清除最后障碍 那么建传知识也最后发表对台湾的严重警告 称台独只会走向死胡同 建传知识大家知道,这个杂志是中国比较著名的军事类的期刊 那么在习近平七一讲话以后,马上就刊登了武统台湾的三步骤 我觉得这里边意义是非凡的,和我之前说的是一样的 就是习近平在他的任期内是要统一台湾的 而且中国共产党现在从高层到基层已经有了共识 就是台湾问题不能再拖,台湾问题一定要在这一代人手里解决 而很可能就在习近平的任期内解决 而且解决的方式很可能就是武力统一台湾 现在呢,我觉得台湾问题啊 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晰化了 解决台湾问题,就是在共产党这方面 越来越清晰化 而且高层已经达成共识了 习近平在中共建党百年大会上首次表示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足够统一 是中国共产党失之不渝的历史任务 他向西方警告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那么现在看啊,这个台湾问题啊 越来越清晰化,越来越明朗啊 主要就是双方逐渐在台湾问题上摊牌 中国大陆实际上,你包括像建船知识啊 这么赤裸裸的说统一台湾,武统台湾三步骤已经在媒体上现在曝光 也就说明了,现在台湾牌也逐渐在打出来 中国方面也在打台湾牌 具体原因我之前讲过 就是你现在如果你还隐晦着不打台湾牌 还在什么,避免来提台湾问题 实际上给美国,他打台湾牌提供了帮助 就是美国在逐渐逐渐让台湾问题逐渐明朗化 逐渐把台湾问题拿上台面 你中国也必须要做 而且呢,武统,记住武力统一台湾武统 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 不管是和平统一还是武力统一来说 都是有效手段 很简单,别人在提台湾问题 拿出台湾台上这张牌的时候 你还在提和平 自己把自己手脚绑住了吗 你自己把自己手脚绑住了 那对方在做很多是不是 不绑手脚的事情 你到时候应对起来 你呀,后知后觉 或者你把自己手脚捆绑起来 你很麻烦的 所以就大大降低了自己应对台湾 应对台湾出现特殊情况 台湾突然独立了 你反应能力就没了 所以你现在提武统 喊武统 第一,你不把自己的手脚捆住 对方的反应 对方如果过激了 碰到中国底线 我就武统 我也不提和平统一了 对吧 我就武统 另外呢,对方如果真的触碰到底线 你平时武统 对吧 训练 也有准备 到时候也不至于临时上阵 该准备都已经准备好了 最主要的 我之前讲过 就是武力统一台湾呢 武统这个事儿 是不是 你做到位了以后 美国还真的不敢碰底线 因为你得知道美国 他也有自己的想法 他是希望台湾能够长期的和中国大陆隔离 长期的和大陆能够什么 进行对峙 这样对美国利益最大化 他希望台湾最后呢 和大陆啊 大陆崛起以后 因为大陆实力强了以后 肯定会逐渐逐渐吃掉台湾 在吃掉台湾之前 大陆和台湾能够打一仗 消耗大陆的实力 这是美国人想的 按照这个逻辑 就是现阶段 美国和中国没有摊牌的时候 他希望台湾能够一直在什么 美国人控制之下 不让大陆能够统一台湾 而在美国需要台湾 咬大陆一口 和大陆发生战争 能够让大陆流血 能够让整个大陆出现动荡 利用台湾两排 来打击大陆的时候 台湾能够听话 而台湾还在美国人手里 这是美国人希望 那台湾现在 就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 美国人希望利用台湾 变成自己的一个棋子 美国人希望台湾 什么时候变成 炮灰 和大陆去打 这由美国来定 现在中国应该判断出来了 不管你美国 什么时候利用台湾这张牌 打出台湾这张牌 我都要做好收复台湾的准备 这样我利于不败之地 像前几年天天讲和平统一 天天讲跟你和平和平和平 自绑手脚 美国人呢 你可以看美国人 美国人不断的鼓动台独 不断的配合着台湾人 对吧 甚至升级和台湾之间的官方关系 美国在变化 美国在变化的时候 中国大陆如果不变化 中国大陆是被动了 你看懂这边关系啊 这边逻辑啊 所以现在我判断啊 我判断啊 台湾问题可能就在最近几年 要解决了 一定是要解决的 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开始发现 中国大陆超越美国 只是时间问题了 他一定要把台湾这张牌打出来 中国准备好收复台湾 无力统一 对吧 那中国做好了准备以后 美国他打这张牌 他这个时间就往后拖 因为美国也有新的准备 他也要往上增加自己的战略 你的战略物资 战略上的调配 是吧 特别和印度太平洋地区 印太地区 印度洋太平洋地区 整个一个调节 那需要时间 这个时间对中国发展是不是有益 是不是有益 这个和平的时间就有益 所以台海战争一定会爆发 因为美国绝对不能让中国和平崛起 一定会爆发 而爆发时间 对中国来说越往后 是不是越有利 但是越往后不是说 我今天喊着和平统一 我就能迎来越往后拖 往后拖 美国看我和平 美国就饶了我 不是美国一定会动用他手里的能力 特别台湾问题 刺激中国 那这个逻辑就有意思了 中国越是喊武统 越是准备的武统充分 越是能将这个时间往后拖 但最后这个时间一定会爆发 主动权由中国来决定 主动权在中国手里 什么时候已经爆发 所以你看我今天把这个事给你说透 一定会爆发 而美国和中国各自 它的战略呢 因为台湾问题 有自己的一个考虑 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高层既然已经决定了武统了 什么时候武统 那由中国人说了算 另外也要看美国 特别跟拜登来谈 美国人打算怎么打台湾这张牌 我今天我把台湾事给你说透啊 台湾这个事情非常微妙啊 另外呢 你天天喊着和平统一这些人啊 我不知道你们心里真是怎么想的 但是和平统一这个事 你可以说但是不能做 你要天天做和平统一 天天去做 是吧 刀枪入库 你迎来的是什么 你迎来的一定是提早的战争 那对中国有利吗 我希望我今天这个视频你能听懂啊 另外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一定会摊台的 因为美国绝对不希望中国能够和平崛起 那快速武统迅速解决台湾问题 最短的时间最小的代价解决台湾问题 也就是最现实的 对中国利益最大的 我希望你能听懂我今天讲的 我一直说武统台湾对中国最有利 而快速的越早武力统一台湾对中国 那才是最有利的 逻辑就在这 我一直在说武统啊 武统这件事啊 因为我心里边是希望中国能够早了时间统一的 也知道美国和中国这个战略崛起 对抗 一直在加剧 所以中国只有早早的解决台湾问题 才能少有把柄抓在美国人手里 以战止战才是上策 每天呼吁和平 真的刀枪入库 你迎来的一定是战争 5 5 6 1 7 7